那眼神為什麼有一點更有魅惑的感覺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臉整看起來就變小很多 所以他的眼神比起以前感覺是更有精神 大家好 歡迎來到顏值分析室 我是整形外科醫師謝松玉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韓國當今一個蠻紅的偶像 叫做張元英 首先我們先看到他這個是好像是早期 比較早期的照片 整個臉型就有一點微微肉肉的感覺 可能那時候年紀還小鼻子的話 鼻尖的地方支撐力不夠 然後鼻骨的駝峰也是有點明顯 中臉這邊的下半圓 這邊比較單薄 所以造成這個蘋果肌不明顯 覺得也有一點點的比較沒精神 比如說這個紫色頭髮這一張呢 他的這個雙側的下按骨腳 或是咀嚼肌這邊也比較肉 那可以看到在他某些照片裡面呢 他會刻意用頭髮去把他的下按骨腳遮起來 這樣子就看起來臉沒有那麼大 那我們也有看到他嘴唇 早期的嘴唇 嘴唇是蠻薄的 那麼性感度是不夠的 細講這個眼睛的在某些照片 甚至會看到他有貼雙眼皮貼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看他近期幾年 變得比較妖艷美麗磁器的照片 比如說這張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臉整看起來就變得小很多 那我觀察到臉變起來小很多 可能有幾個點 比如說這個咀嚼肌部分 讓他縮小 然後有比較肉毒做一些提升 我們剛才講到用一些填補的方式 讓他的整個長度拉長 也會有臉部視覺變小的效果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眼睛的部分 感覺他是有去做一個類似手術 或是縫雙眼皮 有把他的內部眼摺 這個開放式的眼摺 所以他的眼神 比起以前感覺是更有精神 在這個大概放大片的情況下 他眼睛還是蠻大的 是否是有做一個體驗剪肌的處理 這也是有可能的 鼻子的部分很明顯這個鼻子是 我想外行人也看得出來 是有很明顯的不同 那我看到最大兩個不同的地方 第一個陀峰消失了 第二個是鼻尖整個往前跟往下 延伸是有足夠有做出來的 我們東方人有時候有一些小陀峰 鼻尖有時候一做出來 就會自然的消失 那當然如果真的是陀峰很大的人 也需要做一些骨頭方面的處理 那在這個臉頰這部分 我有觀察到 他的這個蘋果肌 這邊是變得很澎潤 那可能也是有做的一些 是自體脂肪的有可能 或是有一些可能 精靈症一連式的填充 都是有可能讓那個蘋果肌變得比較澎潤 他眼神為什麼有點更有魅惑的感覺 就是他的這個撒嬌肉 也是俗稱的臥蠶 可能有去做一些些的注射填補 讓他整個眼神變得更有精神 也是更迷人這樣子 那在往中下臉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其實他以前的嬰兒肥 好像是比較嚴重的 那他現在的這個夾凹 還不到夾凹的程度 但是會有一點點的收縮感 這樣子也會讓臉的瘦長程度變高 看起來臉有小了一點 那這個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個可能是他年紀大了 我不知道他年紀有多大 但是在一個年紀大過程 臉部脂肪流失 有可能讓這個夾凹變嚴重 那第二個有可能他做了一個手術 叫做口內曲子 就是把中下臉 這裡有一塊 膨出的很多人嬰兒肥的這塊脂肪 從嘴巴內部把它拉掉 拉掉之後也有可能造成他現在這個 臉瘦瘦的一個效果這樣子 當然我們這個狀況 並不是說每個人來說 我臉變小就是要做口內曲子這個手術 如果你的夾凹本來就比較嚴重 那我們就會評估是否有其他方式 來讓你的臉的變小方式 這樣子 想擁有完美的容貌固然很重要 但是其實每一個人 他的天生的臉的條件也是不一樣 建議您可以來我們這裡直接 鍵上諮詢或是到場諮詢 我們會幫您找到最適合你的美感 那如果還想要看任何關於 醫美或是偶像的分析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拜拜